小詹拆弹狂人 拆炸弹上了野 迷恋危险的古怪青年 小桑正儿八经的拆弹部队士兵 对小詹的行为作风十分不满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一个美国拆弹小分队正在处理一个炸弹 本来想用机器人安装引线引爆炸弹 可结果机器人带着的小推车坏了 无奈这个小队的队长只好穿着防弹服去安装引线 在安装完毕以后 小队的队员小爱突然在附近 发现一个可疑人物 还没来得及制止对方 可疑人物就按下了遥控炸弹炸弹 虽然穿着防护服 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重重地撞击了队长 队长当场立命 很快上头派来了拆弹专家小詹来接替队长的位置 在和队员的第一次合作中 小詹把自己的韧性表现得灵灵禁止 他一个人闯入险境 不讲究配合的单杆 这让遵纪守规的队员小桑很是心塞 你英雄主义 我们就成配角了 这怎么想 艳余生活中小詹还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 他和一个叫做贝克汉姆的本地孩子 买了几片情色DVD 甚至有一次还和这个孩子踢了球 小詹由于开了挂一般的拆弹表现 获得了上头军官的嘉奖 这也使得小桑队对他更加的不满 但小詹和小桑还是产生了激情 他们在沙漠中遭遇了敌人的袭击 小桑担任起了狙击手 小詹则在旁边又望远着辅助 在几个小时以后 小詹开始给喂小桑饮料 两人在沙漠中的配合天衣无缝 顺利地消灭了敌人 从此两人的激情也就慢慢开始自射了 小爱也在小詹的鼓励下击毙了敌人 转出了队友 丢掉了自己慌慌的心态 很快小队又迎来了下一个任务 在这个任务中 他们发现一个被杀害用来做人体炸弹的小男孩 小詹误认这个男孩 是和自己玩耍的小男孩 贝克汉姆十分愤怒 在一个检查爆炸原因的行动中 愤怒的小詹决定不再无视放炸弹的人 他下了追踪的命令 结果小爱在追踪时被敌人挟持 幸好小詹和小桑及时救了他 而因为在战斗中负伤 小爱也得以提前返回美国 小詹很快又在军营看到了贝克汉姆 原来之前的人肉炸弹少年 和自己并无关系 但小詹一改从前的态度 不再理会热情的贝克汉姆 我为你伤了心 你却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也罢 让俺随风去吧 没多久拆弹小分队任务完成 小詹回到了美国的家 但陪伴在妻儿身边的他 好像不怎么开心 于是在电影的末尾 他又去到了新的战友 等待他的 将是有更多的威胁 影片拆弹部队是一部战争剧情片 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影片 最佳剧本 最佳导演等奖项 是当年奥斯卡风头最近的电影 本片虽然是故事片 但采用了十分带有现实色彩的剧本 使观众体验到战争残酷的同时 又能深入了解 作为战争的参与者 拆弹士兵的渐渐扭曲的内心 是一部十分有深度的反战作品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